早餐 小朋友,我們先靠過來 我們先 我現在要介紹的是電視系有的偶頂 他是眼睛,嘴巴會動的 那我先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剛剛在展演場裡面看到的步單系 他都是傳統的 他的眼睛嘴巴都是師父他們雕刻上去的 就是像這樣子 他是雕刻上去的 那今天要做電視戲友的話 師父會將他頭裹面 裹面之後會把裡面掏空 他就會量他眼睛和嘴巴他要的距離 然後再把眼睛跟嘴巴的位置也挖空 那這個是半成品 師父他們將眼睛嘴巴的位置量出來之後 他會另外再刻眼睛的形狀出來 這個是木頭的 這是眼睛的模型 那雕刻好之後 師父他們會將嘴巴也雕刻模型出來 就是他們刻得很精緻之後 他們會將嘴巴的模型塞進去裡面 眼睛的放上去 那他們就會做密合度 密合度就是眼睛他會眨得很自然 就是像我們人一樣會眨眼睛 然後師父會把木頭的眼睛眨得很自然之外 嘴巴他也會就是一直試他的開合度 試到很自然之後 師父才會將頭蓋骨蓋回去 蓋回去之後 他會上一層浮土 然後就開始上漆 上漆之後 可以幫我拿一下哪一個嗎 直接拿起來就好 好 那這一個布袋細有 他是上漆之後的 他就是很自然 沒有剖開過的痕跡 因為這個漆上了很多層 像師父他們會一直反覆修飾 像因為木頭他是天然的 他這個就是沒辦法用掉 師父他們就要用特殊的補土把它磨起來 然後再用特殊的沙子把它磨平 磨到很細緻 沒有看到這一個位置 然後師父才會開始上漆 那這個是上漆完的 也就是眼睛嘴巴都可以動的布袋細 那我跟你們說一下 他是要怎麼動的 之前都會有人覺得 他是裝電池或是你沒有馬達 其實他是手動的 他這邊有一條線 這裡 那他拉下去 是眼睛會砸的 有看到嗎 對 其實電視上演的布袋細有 他都是手動的 是有機關可以拿的 那嘴巴的話他要用手 有看到他在動嗎 對 對 他是這樣子 那他很特別 因為他要靜態 那你們這邊先看一下 他嘴巴裡面是有上排牙齒的 對不對 對 很小的 上排牙齒 有看到嗎 他是有上排牙齒的 對不對 這個是手工雕刻最厲害的地方 像裡面很精細的東西 如果是用機器雕刻的話 是雕刻不到的 那如果以後你們有機會去外面 玩這種布袋細有的話 你可以看看有沒有牙齒 就知道他是不是手工雕刻的 好 那有小朋友想要玩玩看嗎 就是拉他的眼睛看看 好 那我們這邊先開始 嘿 你們可以輪著玩下去 那這一個布袋細有他比較不一樣 這個就是傳統的 像他的頭髮是從這邊長出來 對不對 因為他這邊原本有一個溝 是伸進去的 那這是傳統的布袋細 他的頭髮就是把它全部梳好之後 塞進去這個溝裡面 然後師傅再用白膠加水 把它往後梳做造型 所以他看起來比較醜 但是這是傳統的布袋細 那你們剛在展覽場裡面看到的電視細 他就是像這樣是禿頭的 然後他的頭髮都是師傅他們一小撮一小撮 慢慢黏上去 如果他要辮子 師傅再幫他編辮子之後 再黏上去他的禿頭上 把他的禿頭整個蓋掉 那你們可以摸摸一下這個 這個法他叫塑膠絲 他是比較粗糙的 所以他只要燙了還是碰到熱的電捲棒 他就會融化掉 可以摸摸看沒關係 他是很粗的 對 這個是除了布袋細 那一般這種電視細 他比較不會隨便給家 因為他製作時間比較久 師傅他們會覺得很珍貴 但是他的頭髮其實 你去那種衣服店 看到模特兒帶的假髮 就是這種布袋細 有他的頭髮材質 對 好 那小胖我們到晚這邊結束 謝謝你們 那我們可以過去 多少 vaccine 窩ило 最多的 於是 nous 1 鵝